美股 美股在昨天的时候 跌幅大概是跌了500多点 大概跌幅是2%左右 那好在今天的美股期 台股期都陆续翻红了 那也让今天的台股 开盘是先涨了5点 后来虽然有往下跌 但是呢 现在又开始涨回来了 而且涨幅还不错哦 那这也可以看到 就有不少的台股的 这个旋直股有在拉台 但是浩子里面的股民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今天的心情 就像洗三温暖一样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大型全职股 像是台积电鸿海 都有被拉台的一个迹象 那是不是四大基金进场呢 因为呢 今天呢 也有这个媒体报导说 四大基金已经有上千亿的 银蛋准备进场了 而且护板政策呢 就是买超不卖超 那现在呢 他们也下令说 希望公股行库 也可以加码买进 会不会这成为了 一个拉台的一个指标呢 其实外界都在看 有最新情情也会为您掌握 准备过后 不然呢 还没什么 然后我们上前进行 你